在还没有进入梁王正式礼拜之前 我这里做一些小开示 有一些小开示 首先 恭喜了 我们今天来到池航的一个 一些餐主 就是恭喜你们 来参与我们假成年的第二次 梁王宝餐 慈悲道场 进入了 进化池 充电池 忏悔池 这是一个谈诚来的 一个谈诚 来进化的 来忏悔的 来礼拜的 来生起菩提心的一个谈诚 待会我会带着大家去观想整个池航场景界的一个谈诚 恭喜你们 把脚打进来了 在这里 先把心收服起来 深深的让自己 放松 放松 再放松 告诉自己 这两三天 我回到了我的家 我姓名的家 肯定要把这个心安住在此 回到宝地 不用心祈宝 是有一点可惜 所以 恭喜大家能够到来 当然 我们说的心里的病 精神的病 甚至我们自己的 八四田 种种的病 那是多生的病 我们又怎么样呢 难道我们去跟医生说我要医我的心里的病吗 医生可以 精神病可以 但是 如果你心里的贪嗔之慢疑 你心里的疑惑 你心里的不满 你的称恨 你觉得医生会帮你吗 帮不到 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你 就是入道场 好好地进入佛门 好好地进入忏悔法门 就是今天我们所拜的梁王宝餐 是佛门的第一大餐 能够进入拜餐的 是有素食的一个功德力 没有素食的功德力是无法大入 来拜这个梁王宝餐的 所以呢 进入来拜梁王宝餐 就是等于我们进入了一个慈悲的道场 来进化我们 进化我们过去是种种病 这个病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 慢疑无名无知 所有的种种颠倒梦想的种种病 那是 意识上的病 那来进化呢是最好不过的 参为法门 是我们学佛人 对于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种种的障碍 修学生种种的障碍 赚钱 家庭 每一天都烦烦恼恼的事情 烦恼的病太多了 今天我们会进入参为法门 也是一个进化身心的法门 来削着我们过去是 种种的业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受种种的这些 因缘 来 考验我们障碍来考验美是因为我们过去是 没有好好根营 所以呢 霸市里面的储存了太多不善的种子 今天我们来进化了 另外 我们除了进化之后呢 我们会心灵就会产生清凉意 清安意 喜悦意 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有很多人拜了这个良王过后 他们整个心很清凉的 因为他们已经进化了 我们的心灵呢就没有一种不安 就不会有压力 很多东西我们就会很 会解化 为什么因为这种压力 这种不满 这种心灵的那种 不舒服感完全来自于你的业力 业力就是你过去是所造作的 贪嗔之慢 你所造作的种种留下来的遗产 那种力量就带着你 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 你 去偷东西 难道你偷东西你会开心吗 你的开心背后是恐惧 因为你怕被发现 你怕被抓 你怕被 这个人家看到 哇你 除了你拿到那个东西的一时的喜悦 开心 但是你整个过程之中 你是带着恐惧的 那种恐惧是无形的 它是储存在我们的霸氏田 意思是我们的意识中 永远跟着你的 他就形成了所谓的业力 今天如果没有进入佛门来拜参 你这个业力是永恒的跟着你生生世世 你的贪恋你的吃你的无名全部跟着你生生世世 没停没停的 所以 今天来我们会说 忏悔法门就是能够拜除 拔除我们 内在 心灵 霸氏田那些顽固的不善的业力 把它拔出来 当然 不是说来到老师帮你拔佛 菩萨帮你拔师姐 师兄帮你拔 不是 你要生起 真诚实意 真心实意的 来礼参 我今天来到是因为我知道过去是太多不善 我们讲不善就是恶的种子 在我的霸氏田 造就了我今世 面对了种种的苦恶 生活经济 感情家庭 感情家庭种种的苦恶都 不满 称恨 那个人走了 而且他也带着称恨 跌到哪里去到 三恶道去了 那也是你所谓的 你的过去有缘众生 你也这个时候 哦 我也来忏悔 跟他们这些三恶道的众生起了忏悔心 来拜拜 拜他们来拜 还有我们过去的父母 我们的弃士父母 我们过去的 历代祖先 从来没拜佛 所以没有什么留福德给我们 这个福德呢使到我呢找不到钱 我孩子个个不听话 因为我的 祖先没有保佑 没有保佑 不是他没有保佑 因为他以前没有学佛 他不知道原来留下来不是产业 那里留下很多产业可能后代造成一个困扰 他没有留下很多产业但是没有留下福德 因为他们没有拜佛什么叫福德 不会 福报和功德没有留下来 结果后代拥有了 但是在享有的当下经过了苦难 所以这也是过去的业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良王宝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身心进化 然后可以跟我们过去的罪 所犯下的所谓的 燕青在主做解焉世界的功德 还有呢我们可以超度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多生父母 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心 让我们的三独排除 来这里做排除 自然回向给我们的 所有的 家建 就是我们的建属家庭成员 没有到来的 我们的倾盆旗友没有到来的 我们一定要升起 升起一颗 这个心 去齐请 他们到来道场 一起来礼拜 一起来拜佛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说老师已经刚才讲了 我们要来到这里呢 毫无的 疑问的 毫无怀疑的 身心的三宝 因为我们把心交给了佛法僧 让佛法僧让我们清业 让我们教我们的身心之苦 那当然真情实义 虔诚心是非常的重要 最重要要深信因果 不要有怀疑心 怎么说怀疑心 你看 有些人他们做恶多端 他今年还是大汽车大洋房 大吃大喝 但是他 做恶多端 那你就起个怀疑 那有些人拜佛拜他 从早上拜到晚上去 但是还是那么苦 还是那么苦 你有怀疑 其实 前世因缘 今世受 这些大家都懂 没有的埋怨 没有的怀疑 来到世间 如果你觉得 人家在享受 你会随喜 那是他的福报 但是我们更要祝福他 在他享受的时候 享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祭福 包括你们自己 如果今世你们活的 所有的物资 根本没有问题 用一个感恩心 感恩你多生有修 感恩你的祖先的福德帮了你 但是在感恩的当儿也不要再造更不好的业 然后损福 因为你还要留一点点给你的后代 你的后面的人还要用 用的是你的福德 所以照样的祭福德 用不完 就一直祭福报 祭福报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当然我已经讲了 忏悔法门是让我们清静我们的过去业 带着我们的众生 过去众生 种种的业都需要 得到三宝力量的加持 佛法身的加持 让我们能够执恶向善 忏悔法门 然后当然 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个功德做一个各种各种的回向 当然我们回向的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会帮你们 做回向 十方法界 冤亲在主 我们的七世父母 我们的各门各式堂上历代祖先英灵这些我们都做回向 只不过每一年的这个月份 我们都做另外一种回向 就是把它回向 功德 留到我们8月25号 也就是7月22 礼拜天的一个法会 那就是我们的孝庆法会 所以呢这个孝庆法会当然我们有请师父 我们要供品 我们有很多的设计 牌位 全部要上 所以呢今天要有特别 交代大家 请 待会我们观想的时候要请你过去师父母啊 你的祖先啊 你的有缘众生就严禁在主啊 你的十方法界有缘众生有优势类 观想他们进到 坛城里面来拜佛 然后把这个功德 做移到我们8月25号 也就是7月22号当天的这个法会 来做回向 当然务必要做这种回向呢 要付出一点点的钱 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写牌位 写上牌位 如果你觉得经济不许可 结税便宜的也可以 因为这不在于你们的 这个经济能力 你说我要人家写大牌位 那么你就 我的祖先来可以做大牌位当然是最好啦 那我祖先啦 你都没有留给我财富 我没有办法给你出这么多 我给你一个牌物好吗 有牌物住就好了 要Bungalow的当然是最好咯 但是没有Bungalow住没关系 有牌位给他们 甚至哪一个椅子给他们坐在后面 听经拜佛都是好事 所以你们如果 这两天里面 要参加法会的最起码 最起码做一个祖先 祖先一定要做 另外一个要做的就是宴经在主 至于十方法界啊 就优势了 那是看你的能力 当然有的就请你的祖先来做Bungalow 没有的话 住在小屋子也OK的 为什么 因为佛没有偏心 平等心 他一定跟你超度全部 不管你住在Bungalow的 住在小田里面 小屋子里面 他都超度 你同样的功德 不用担心 但是有另外的福报 因为你坐到Bungalow有很多仪的钱嘛 你就拿去布施 庄园道场啊 供养法事啊 买东西来 供佛啊 因为都很多东西来供佛 有参议 我们的法会的人都懂 所以呢 我是提醒 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你们一定要写上 免庆祭祖和祖先 这两个排会一定要 其他就看你自己 那当然我们要请客 要请客 当然要诚心实意的请客 请了他们之后 你们也可以来参议 不然我买了一个C位 我请客喔 然后你们全部来了 我一个人不在 你觉得你吃得开心嘛 一样的道理 参加法会是要亲自到来的 这一点大家要 务必要提醒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开始我们的第一件 还没有开始第一件的时候 接下来的 我会陆陆细细跟大家分享 因为不要拉他太多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桌子上有两种供品了 石供就是一个是香 那这个香 花 灯 土 果 宝石衣 这石供里面 茶 石 宝 宝石衣 这些 我跟你讲 我们有一组 专门在负责这个石供的 师兄 佛友 他们的精心设计呢 真的 我们有所看到 也有所感动 今年呢 小林是我们的领导 这么巧 她今天身体不舒服 没有办法到来 但是呢 她有特别交代说 他们的用心 希望大家清明白这个 不是拿起来拜就算了 你看这个香 你看看香 今年我们以中国戒 以这个戒来做主题 他有绑了一个中国戒 他说这个香呢 代表如意戒 这个戒 有没有看到一个戒 所以 吉祥如意 香 祥 它同音 就是差不多同音字 就是如祥和香 所以这个戒呢 如意戒来的 然后它代表吉祥如意 这样它的意思是叫我交代跟大家讲 无论如何 非常感恩他们为我们设计了 种种的供佛的实供 待会你慢慢可以再看下去 然后我会着意的跟大家 做解释 这个什么意思 那个什么意思 别人用心的 设计 我们用心的听 然后每一个供实供的一定有一个功德力 而这个功德力是 我在带着 大家做实供的时候 有跟着大家一起念出来的 那就是供佛的功德力 你们待会就跟着念 那我说 呃 待会我说实供 几枚 哪些香几枚 大家都懂 就是把它两只手 捧上来 到你的眉间上去 然后观想过后 我们会起 这个战 战的第一季完毕的时候 才把你的供品 放下 那就是圆满了这个供品的 这个功课 然后在我们每一年 要做这种 梁王宝餐或者法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丙添 一定要设这个坛城 坛城或者光圈 然后设了 齐寝了 我们才来 开始我们的法会 好 手上有一个书文 那就是黄色的这个书文 待会我们就进入这个 读这个书文过后 我们就 共 直接马上就起经 好 先排班 然后观想 书文 读了 就马上起经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 你曾经埋怨过你的生活 你曾经埋怨过你的人生 这几十年来活了几十岁 有没有常常在埋怨中 埋怨这个不能 埋怨那个不好 埋怨钱不够 埋怨 孩子不够孝顺 老公不够好 老婆不够好 埋怨我没有大物资 埋怨我没有汽车 你一直在埋怨中 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 马上告诉自己 没有人给你的 你自己给自己的 你自己招赶的 你自己招来的 谁给你 没有佛菩萨给你 没有耶稣 没有那个上帝给的 是你自己 自行招赶的 意思说 你的生活和你的生命线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线 就好像已经是定了 我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比例 其实你在演着你自己的戏 你是一个导演 你是一个作者 你是一个导演 你是一个演员 你也甚至是一个观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今生的生活 你的日子 你的生命 你的故事 你所招 所招 所招 所异 所碰的人事 所碰的事件 所记忆的东西 都是你写出来的 因为你是作者 你给自己写了故事 写了故事之后 你就来到这边 你又在导演 哇 你在导演怎样指挥 怎样过这个生活 那过了这个 不够了 你就还自己表演出来了 表演出来 然后你也是观众 在这个四个层次之中呢 我比较鼓励你们做观众 做观众 怎么做观众呢 你看 我们呈现在生命中或者生活之中 所作所为 所得的生命线 都是我们过去世 因为我们的身心里面的贪 生 吃 慢 鱼 透于我们的身口意造了十二页 十三页 当然 好的十三页就有好的生活 不好的十二页就有不好的生活 那么你就想 这个是我的业力所造 我就认为我的命运 认为我的业力去走 去走 命运要我这样做 我就干念啦 怎样啦 其实这样的想法也不对 你要 成为一个自信的 这个观众 一直在表演的 是你过去世的业力 你在外面看的 就是你是观众 观众的话 你就是用你清静自在的心性 用你的真如 我们有两个 我解释一下真如两个 一个是有色身的我 这个叫做有色身 你勿称为我 而这就为我们的色受想形式 而 是五蕴来造成了今天这个色身 那我们呢 人就有点颠倒 我们把这个不能 这个不会磨灭的 身体当作真实的我 但是真实的我 他没有想到 这个真实的我呢 是我们 无名的思维 他造就了我们今天来到世间上 用种种我们还是过去次带来的 业力 烦恼 种种的力量 还是同样表演 表演 好 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五蕴生 受想形式五蕴生就是 因缘和合母胎母亲和父亲的结合体 成为我们这个五蕴的身体 如果有了这些身体没有一个真如的我们 就是另外一个 没有身体的真实我 那个才是永恒的生命 一个身体 他离开了这个 离开了一个 就是你们所谓的灵魂 其实在佛门我们讲法生会命 这个法生会命 他是不生不灭的 他是永恒的生命 这个永恒的生命是真如的 是可以成佛的 是清净的 但是他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身体 污桌的身体 变了 所以我要你们做 观众是 用我们的真如本性 抽身而出来看你自己表演 意思说 你会内观 这里我们就讲到内观 关自己 当你讲了一句话 你做了一件事 你就马上觉察到 我为什么刚才这么大声对他说话 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贪念 这么执念 这么执着 贪真吃慢 一兜出来的 你马上 结枝 你知道那就是你在看表演 看谁表演 看你在表演不真实的你 你要让他这样表演下去吗 为什么你会这样呢 你就 结枝了 我刚才起了一个非常贪念 就像说刚才 我们下去了 喝了一杯咖啡 我吃了一个蛋糕 这蛋糕好吃 我想再吃 结果吃吃吃越吃就越辛苦 因为贪念起了 如果你节制的话你告诉自己现在是一点了 我再吃下去我午餐怎么办 你就看到你的那个贪的 夹我起来 你就要去 熄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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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常说 你去熄灭所有种种的你所编辑出来的一个基本之后 基本又重写了 重写了 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演 我改 这个 不好 主节不好 我改 我改 就改改改 到越演越好 越演越好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道路 作为一个修行者 作为协佛者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任由我们的 三毒贪嗔痴 来操从我们的心 窜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 用我们的牲口一叶 造了十二叶 不要 我们要用 清净 无烦恼 无挂爱 无染成的心 来 让我们这个生命 达到一个 最好的 最高的境界 那就是人生的提升 人格性的提升 所以你刚才念的第一步 你一直在讲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能够做的 就是 把自己的心 弹嗔痴 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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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口意 去注意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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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藏人修行 藏人念佛 藏了什么 全部是生口意才做 所以我们知道有多大的业 我们今次要承受嘛 幸运的 很幸福的 我们今天遇到了 善知识 不是说遇到老师啦 遇到一些善知识 书本也是你的善知识 经文 佛法都是善知识 遇到了佛陀 遇到了三宝 那个三宝呢就帮助了我们 怎么样呢 因为我改不了 他给我们智慧 帮我们改 叫我们怎么修怎么改怎么修 我们就依止 佛的教义 佛的理念 佛的样子 佛的榜样 菩萨们的 格性 你就看到要做一件事 想到佛菩萨 你就不敢做了 你要讲一句话 你会想到 不能 这个不是佛菩萨所为 你就 去改变 改变 改变了 而是不是压抑 而是控制 什么叫做控制吗 快 我们控制一辆车 快 我们不能慢一点把它放 慢一点 快踩油 放油这样子 是叫做控制 就是调伏的意思 而不是压抑 压抑是说 我发脾气 老师讲不可以发脾气 压住 老师讲不可以贪压住 结果有一天爆炸出来 更加大 对吗 所以 还是有时候啦 我常说 有时候我很喜欢这样的形容词 把你的坏孩子去看那个坏孩子 我们的气势里面的坏孩子常常出来的 叫你贪 叫你不喜欢 叫你讨厌 叫你这样 叫你 全部不好的 那是我们气势里面的坏孩子 但是 我们 做一个 一个观者就看 这个坏孩子让他出来 然后我们调教他 调教他 好像我们的贪生是慢于所作 所为完全是坏孩子在呈现他自己的业根性 不好的习气 我们家里的孩子也是一样 要慢慢的 柔软的 用心的 就像我对你们讲了又讲讲了又讲 等下听在座那边 老师你不是讲过了没 老师你不是讲过了没 这些我都听过 听过有用吗 你都没有改 你都没有修 听来做什么 听来都是浪费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知道 让坏孩子出来 意思说 你发脾气 发出来 发了之后你告诉自己 我看我自己发脾气 那个样子 那个态度 不对啊 当你看到你自己所作所为是不对不善的话 你就会改 如果你连你发脾气 你都觉得你很棒 我刚才骂了他还会去跟他讲 我刚才在哪里我骂的那个人 我哪个人给我骂到哭啊 我多开心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他在office也好 在哪里 一个团队也好 他很厉害 沾沾自喜回去还跟人家分享他骂人的过程 对你说 这个就很可怕了 对吗 其实如果你们懂的观 内观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跟你说 你就是一个清静者 修行者 那么你是一个清静者修行者 你的心安 你自己先行安 因为 你不再重而业了 过去是没有听老师讲 没有听佛陀 没有接近佛法 你造的业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遇到三知识 有机会惭愧忏悔了 当然你看我们来到这个时间 今天 我在这里念佛 你改了 你听法上我们的平台 听法你改了 当时你心里想 我家里那个老菩萨 我家里那些孩子 很烦 他们都不会改的习气多了 什么什么 你就开始 开始就很 很心很痛了 甚至 慢慢扩大到你的朋友 兄弟姐妹 你会想 为什么我 修邪他们不跟我 你就慢慢越想越 那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埋怨 他们不跟你 只能够告诉自己 我们不够力 我们的功德力不够大 我们都不到他们 所以 我们这一刻就要发起菩提心了 告诉自己 我业障深重 今天我有机会 消业障 我有机会 把我过去世的恶 不善法都凄除 调伏我自己 不够 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救了自己 你没有办法救家人 救亲戚朋友 救建树中 你会很心痛 所以我发愿 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 要发出一颗慈悲的心 为众生 而修行的心 叫做菩提心 意思说 我一定要好好的修 我功德不够嘛 我读不到你们 我修 修 修到有一天 我站起来讲话 每个人都会 恭敬听起 那就是你发心 你要发这个菩提的心 要求佛的菩萨的心 成佛菩萨 做佛菩萨的榜样 然后把他回馈来 帮众生 就是上求佛到下度众生 就是我们所要发的一个菩提心 要发愿 你发了菩提 我要成佛菩萨 我要听佛 我要成佛 然后我要度众生 这样罢了 讲很容易 每天跟我念很容易 但是你是不是真情实义的去发 不够 再发愿 我要发愿 发什么愿 是 红试验 众生 你们会背吗 第一个是什么 众生 烦恼 众生线 众生无边 自愿 度 无量的众生太多 我要度他们 烦恼 无尽 烦恼没有停的 试验断 一定要断掉 你没有断烦恼 你怎样去成佛 还有呢 第三个 什么要学 法门 无量 无量的法门要去学 然后第四 佛 佛道无上试验成 这个叫四红试验 每个人发 发什么心 我一定要 为众生而修 我要先断我的烦恼 然后我要去修学佛法 达到我成佛为止 你发了这个红试验下去 我跟你讲了 你的菩提心 被你的红试验 一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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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推一点 明天推 慢慢的推 达到你成佛 菩萨为止 那时候你的菩提心愿 菩提心 菩提心 都成就了 那 我们 这里有一个交代 你要发愿 我老师 我无得得合呢 我自己都不能 那你用一个手指去点一点能不能 你用一个嘴巴去开 哎 我们拜良王哦 那边有一场法会 有一场良王 你要来吗 那也就是一个菩提心愿啊 你在带着人到来佛堂 那我们平台 我们有一个慈航讲堂的面子书 对不对 我顺便打广告 你们这个手呢 动一动一个like 然后写几句话可以吗 你也在发菩提愿 对吗 你不要以为菩提愿就 哇 怎么样大 这也是你把它share出去 因为池塘 的面子书的就一直会上去给大家知道 所有的活动大家都懂 我们有一点不好意思 今天刚好喝茶的时候呢 我们想like来一起去 我们这几个人在玩 一直like 一直上 不要 我们让大家帮个忙 看池塘 加入池塘Facebook 然后like和share 那么like和share 变成我们的这个 就广了 当然你看 我们不能够说良王宝餐算是不错啦 我们预算100到200个 都差了一点点啦 那都是大家的力量 我也希望说将来的会更好 更多 要有赖于大家的手指去指一指 给大家知道 池塘有什么活动 要不然就不争不减 不招不减这样子 好 我要到200个300个这样一直上 300个来拜更好 因为地方现在目前有限 所以我们也不敢说 怎么大事去宣传 但是有赖于大家的一个手指 那你也在做做菩提愿 然后你看整个菩提愿 跟着我们的菩提愿 我们前面的消灾 忏悔 身心三宝的力量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发了这个愿 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愿 我们所做的功德力 全部给别人 回向 回向给别人 其实回向 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我只要念这个 今天念这个经 我愿于此功德回向什么什么 为什么呢 我们要快快回向掉 不然等一下呢 你们等一下出去又骂人了 没有了 什么功德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 回向呢 每一个善事 意思就是说 把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一个仪式 那我们在佛门的话呢 回向是非常重要 不知识的心 广大 无虚空 的一个回向 经典 那么你不要说 我何德何能 你有很大的能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股很大的能量磁 磁场 这个能量磁场 只要你不造恶 你所发的每一个能量都是光的 你要深信自己 你只要信心 清静 自在 清安 没有起恶动的动念 都是善的动念 你所生起来的每一个毛孔 各个毛孔就如 我们普贤菩萨的 佛菩萨的各个毛孔一样 散发出来都是好的能量 这一点要深信 所以你看有时候不要说什么 有时候你看一个家庭 我常讲一个家庭很重要 家里每个和和气气 你很想回家 你会在家里会自然升起欢喜心 但有些人他们逃避回家 因为家里的能量不好 整天吵架 整天骂架 你说能量好不好 哎呦 灵验 我 我还是在办公室 我还跟朋友喝茶 我还是去玩了之后 晚上回去睡觉就好 那你要检讨一下为什么 因为家里的能量不好 所以我们说同样的我们在家里进去 讲好话 微笑 说好事 不要吵吵闹闹 讲话不要喊来喊去 不要发出不好的能量 那我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 你不能净化空气 最起码你不要污染空气 你不要连呼气呼吸都是恶的 你不能净化空气 我讲好话做好事 这个空气给我净化了 那你连净化都不好 不要污染他 不要在那边骂人 在这边做一些恶业 然后这整个空气就污染着恶业 恶的那个空气 所以家和幻事兴也是我要带给大家的 然后下来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的 请随文入境吧 好 今天我们下来呢就 贡花 对吗 贡花呢 这个花是阿吉师兄帮我们买的 你看这个小林也请了 也解释了一些要我跟大家 分享一下他们 的用心 你看 你们会告诉我说 老师 贡花呢 这个哪里是花 这个不是花啦 这个是草 谁讲 我呢 你看开花了 这个花 所有的植物类似都称为归花 所以你看这个肉肉 小林这给我的资料 植物呢 其实要开花 你看要开花 真的要很用心 还有很多心思去培养的 等下你们拿回去培养一下 看会不会开花 我看不过两天没有注意就哭 烂环了 要细心培植 才会开花 就好像我们 的自信一样 他说 好像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法身 一样 要开花结果 一定要 精进修学 不懈怠 不懒惰 你才能够登上菩提路 所以他的意愿就让我们供上 我们的菩提愿 菩提心 菩提花 以佛 我的开花了 应该吧 好 来 大家明白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师兄 给大家准备的 大家一起来 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说 发菩提心 对吗 发菩提心 然后发愿 然后回向 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 人生 这个人种性 人种性就是我们得了这个人生 是肯定在过去是 我们修了十善 十善就做人 或者做天人 这样的一个人 那在这个世间上当然 东派或者各的学说有所不同的 我们说 你看有些人说我做人 其实人要经历过生老病死 这是真理 没有一个人一生出来 其实就在等死 所以生老病死 我们也不 必计说死的到来我们已经说舍报 舍报舍报 或者往生往生 那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种性主要是因为我们修了 十善 那今天 在目前为止也有很多的 说法啦不要说邪说很多说法 不知道一个人 会有在六道里面轮回他们只是说 一个人往生就是离开了这个肉体的时候呢 就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 那有一种说法呢又说你现在是人 你去投胎他们相信投胎 但是他们相信他们永远是人 这一生堂下一世也是人 这些的学说呢 都是因为没有深入的去探讨 没有深入的听闻 人家讲懂的人只懂得一年几的功课 教你一年几你不可能教你教中学吧 也不可能教你大学的学问嘛 所以呢你只能够知道 因此呢我们 进入了佛门最重要我们有了善知识 给我们引导甚至经典 甚至开示中给我们的一个引导 告诉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相信轮回 我们相信依报而生 依报呢 就是依作自己神真的果报 而生在哪一个 这个道或者深入 哪一个身体哪一类的身体 你看我们人有一个依报生 就是说我们修了食善 我们做了人生我们来到这个身体 你看依报也有很多 我依我的这个身体的报生 我是这个样子的 那有些生出来呢 龙的有些 不残缺的有些不祭钱的 这也是他的依报 那么当然 我们在佛门的说法呢我们更相信呢不止依报人生 我们有依报了 是 生 六道 有是生六道 生是生物的生 是种生 那什么生呢就是胎生卵生 是生化生 那就好像你看我们很多虫子在我们身上得病人 那是我们的世生众生 胎生卵生化生是鬼 就是化生 所以种种的化生呢是 四种化生 六道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现在在人道 我们相信每一个依报者都跟着业力而行 你的业果要到哪里 你的习气是怎么样 你就会去到哪里 那 整个六道里面我们就有分三三道和三恶道了 那么三三道和三恶道之中的恶道大家都懂 就是 第一出生恶鬼 拜会我们接下来的经典就可以念到贤果报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的 因 你就得怎么的果 你怎么样的身体 你今天会有遭受这个果报的身体 一定有过去的因 粒粒的一幕一幕的告诉你 所以呢我们修学人呢 很怕 这个 因 不是怕果 果已经形成 但是我们怕的是因 因此呢真正修学人呢 菩萨道的人呢是不信 不能够 生性因果 而不造因 因为他们怕果报 我们讲到三恶道吧 三恶道 天道 修罗道 人道 那些是 善道 我们讲三个恶道 我们就有 第一出生恶鬼 拜会你们所说的都有不同的道的因果 那最大的 就是 如果你 跌入 第一道你肯定是 死于 很重的 成恶心重的一般上都会下第一 他所 他所受的苦 我们你看我们有三恶道有三图苦 以前我们念过三图苦嘛 三图苦是什么苦 我们讲第一 第一呢是因为称恨心重 而下第一 称恨就爱发脾气啊 用自己的脾气造恶业啊 用行 打杀啊这都是称 那道人那边我们都知道我们地域都是由火 而造而成的 所以呢叫做火 所以你只要记着地域都是受火的 热的 热地域很热很热都有火的 所以叫火 火图 是 地域道 而这些地域道的众生呢 就是因为过去世 曾经 就是称恨很重 那另外一道呢就是出生道 出生道是没有报恩心啦 无明心啦 无知心啦 就是很颠倒是非啦 这个无知没有智慧的 那他们这个叫做痴 称痴 那个痴呢 他一般上都会去做出生 你就想没有智慧了就做出生 那出生呢就会 叫做进入什么苦呢 就是刀徒 山徒里面的一个刀徒 为什么 因为 被怎么样 不是血图被杀 所以是血图不是刀徒对不起 血图 每天有时候被杀打来打去就很多流很多血 叫血图 所以山徒苦的 出生道 受的呢是因为 吃进入出生道受的是血图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恶鬼道 恶鬼道一般上我们 以前的老人家很喜欢讲那些 孩子 哎呀 乌龟啊 这么抢来吃啊 怕没有的吃啊 恶鬼啊 吃不饱啊 这个其实是不好的 当时以前老人家是喜欢讲他的孩子啊 孙啊 那么说恶鬼啊 其实恶鬼呢 是因为为什么会跌入恶鬼道 因为吝啬 因为贪 贪图 贪什么都要占为己有 想要自己先得到 不会让人贪念 贪念中的人一般上都会下去 这个恶鬼道 那恶鬼道所受的图 就是他的苦 山徒苦的图 是什么呢 刀 叫做刀图 为什么我就问 为什么是刀图 因为恶鬼其中有一种鬼呢 他们要 要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的喉不如刀割 好像刀割他们根本厌不下 另外一种鬼可能他们就要喷火啊 植物会变成 被炭啊 他们另外一种鬼也有很多种 所以这个 刀图的一般上只说 贪的人跌入了 所谓的就是恶鬼道而受了 三屠谷间中的一种苦 叫做 这个刀图 所以你看 在这个三恶道里面的一个轮转之中呢 好像我们造了贪生吃的一个 业的话 我们会轮转在这一个地方 而且你到了第一道 出生到恶鬼道 你也不一定 不一定一直做恶鬼 做出生做 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 你还是在那个轮回轮回 即使你是三三道 就是说天道 阿修罗道都好 你在天府想完了 你还是会掉落恶鬼出生去受报的 只要每一个因缘果报一成熟 他就 显现了果报 一显现 显报的时候 你要去那个地方 你就肯定要去 所以在我们佛门的说法 我们深信 这个轮回 就是因为轮回业果 使到我们一直想办法 脱离这个六道的轮回 因为我们不要在六道里面再轮转 从三恶道 三恶道 不停的轮转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一个不小心你堕落 出生恶鬼 第一 那就苦唱加苦了 那你知道世间上也有很多所谓的三土苦 或者三叶 第一 有吗 第一 有监牢啊 医院啊 这些很多可以看到显现在世间的第一苦 你可以显现 这个世间的恶鬼 例如那些 你可以看得到的吗 那个饥荒的地方 肚子大大 那些人没有的吃吃泥土 这些我们很幸福 我们没有经历过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些是存在的 所以呢 在人间也有 三土苦 那出生道呢 有被逮杀 尤其被杀 被砍 打来打去 这也是恐怖 有时候人也会显现出生道的一个习气 拿刀去砍人 砍来砍去 那也是差不多是第一出生都 掺杂在里面 这个三的道苦 其实呢 我们都在经历 例如说 我们进入第一道去开刀啊 发破你的心 破你的脚 其实你在了着 你的第一之影 那你突然间 喉咙痛而吃不下 你不是变恶鬼 只是你在了着 你的第一 这个恶鬼道之苦 那疑痴有时候啊 傻傻的要讲什么就盲从这样 那你也是在了着被骗了 你也在了着你的 这个出生道 所以三恶到苦 也在人间呈现了 作为人种姓是最幸福的 你看我们做人 从小学读到大学 读到学士不够 读硕士不够 读博士不够 读博士 不停的读读读 读到最后你舍爆了 离开了这个社生 你也不是博士离开 你还是离开 那个博士学位呀 学士学位呀 什么学位 你都拿不走 你根本拿不走 因为那是世间法 在世间给你了一个读书的机会 给你达到这样的境界 好 你这个社生要读书 那你这个法生要不要读书 就是你没有身体的真实的你 你的自信 一样要读书 那么你们来这里是什么 你以为读给你这个社生听啊 社生不需要 社生要吃要营养 好了 运动给他血液循环就够了 真正你读这个书 来拜佛 念佛 听闻 完全是给你的法身汇密 意思就是你的意识里面所得到的 你看 我们在佛门所说的 一秤 二秤 中秤 小秤 中秤 和大秤 秤的意思是坐车 我们现在不要讲世俗的什么学位 什么学位 我们讲一讲我们的法身的学位 你看 我们说修小秤 中秤 什么叫做小秤的 小秤就是 听闻佛法 但是听佛陀讲是圣地 苦尽灭道 大家都懂 而开悟的 正如涅槃的 自己治疗汉的 马上成这个 阿罗汉 最高境界阿罗汉 在那边打坐 寂静涅槃 他只是制度的一个罗汉 这就是小秤的 另外一种修行得悟者呢 他是听 这个十二阴言 十二阴言 我相信大家都懂 从色 入 明 色 入 很多十二可以被被大王轮回的 这个 从这边修 自己去修出来之后 而开悟的 他们最高的境界 道彼之佛 那也就是我们说 声闻 或者读解 所以你看 这两种 我们叫做二层 在经书里面 我们一直告诉自己 离二层 不要二层法 他们是不对的 错 他们是对 他们是对的 没有错 他们治疗汉有什么 我要自己了结罢了 我都不想帮人 他们一样可以 可以 证悟 可以进入寂静涅槃 但是 修于我们修行者 我们发的愿 就是菩提愿 我们发的愿是大乘法 所以你看在佛门里面 我们有叫小乘 和大乘 你能够行为大乘法门 就是行菩萨 菩萨道 菩萨乘 就是 上求佛道下度众生 是我们所要的 意思就是说 我要读到更高更高 读到master 读到doctor 去的 那一种是法身会命 我不要只是我得度 而我身边的清剑 我的 这个六道里面的清剑属们都不得度 所以我们要发愿 行 这个菩萨道者 叫大乘法呢 就应该就是行菩萨道 那才是一个最严满究竟 直直所有的菩萨 你看观世音菩萨 普贤菩萨 文书菩 还有种种弥勒菩萨 地藏菩萨 种种的菩萨 他们就是 修大乘法门的 因为他们的大乘就是能够做到一大很收的 很大收的船 车 罗里 大大的巴士来载大家 而不是一个人驾着车走 对吗 小乘就是一个人驾着车到了目的地 大乘不同啊 我要一艘很大很大的轮船 可以载飞机 可以载 哇 可以载更多更好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修学法门 就是大乘法门 那么 北传 汉传 南传 种种的宗教 的分别 也有大乘小乘的分别 但是记得 你不要一直 升起了傲慢心 郭老师讲我们修大乘的 我们要驾大船 大轮船的 我们要载很多众生的 哦 那你就该的傲慢心了 你们小乘的没有什么错了 修大乘的 你要读到博士 你也一样要从小学 幼稚园先修起 你如果没有小学的根基 没有幼稚园 没有小学根基 没有中学根基 你根本上不到大学 读不了博士 一样 如果你没有修小乘 你不可能去到大乘 因为 十二因缘 是圣地 也就是从小乘而修 医师 我希望大家呢 在拜这个两碗宝餐的时候 深入去了解里面的法义 更能够 随闻入境之后 去体悟 间中的法义 我是随着缘 拿起一些 日常的修行啊 各方面的一些开示 平时有讲过的 来做 一个种 就是大家 因为我不敢 讲得太深入 因为很多师兄 他们并没有借助 听法 那我所以我就用一些很人间式的一个比喻 让大家更能够去理解 而实践在生活之中 那今天我们呢 来到了这里 恭喜大家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法生 就是我们的 人生的医报 接着下来我们就要看看种种的业报 为什么会墮入 出生到恶鬼到受三界的种种的苦 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你们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因缘 所以呢 如果 你们还没有真实发心 还没有发起那个修持的心 用心的念 因为念的时候 你会发心的 原来 那一点点的错误 也是一个业 一点点的错误 一点点错误 都是一个业 所以如果你透由这个经文里面 深入的思维的话 你不敢造任何的 业 然后你一定会发菩提心 每一个人拜了良王过后 一定发菩提心 最起码他发心下一次要来念佛 阿弥陀佛 好 给我时间上楼去 好 刚才我们念了这个 玄果报 那其实我们在念的时候 大家肯定呢有一个很 这个 思维就是说 在读给佛菩萨听 读给众生听 不是读给自己听 如果你深入随闻入境的话呢 其实你会感受到 间中的种种的果报 包括你做人会会怎么样的人 会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或者你受了什么夜报 你有没有去思维一下 这个在讲做别人 我不可能会这样的 这个不关我的事 你就念就对了 但是老师在念的时候 我们深入的看到众生 却是在世间 种种的众生 种种相 虽然有时候你得到了人生 但是人生之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缺陷 那如果你们在整个 这个念经文里面呢 可以体悟的 或者可以了解的 甚至想要知道你要得到怎么样的果报 你要怎么做 或者你现在受着什么果报是意味什么业 什么因什么果 所以你就从中的去更了解的 更清楚的去明白 所以你就看每一个这个细节中呢 都包括 生口义的 造作 生口义的造作 都透游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慢疑 对父母 对建属 对 有缘众生 对所有亲朋器友 我们 在社会上种作种种的恶业 所以每一个果报很明显的告诉你们 除了告诉我们做人生 那为什么我的腋下一直很热 这里面也讲了很多这个有关 慕连 鬼子 鬼问慕连的一个果报的因果故事 所以 当我们深入的时候呢 随闻入境 我们不要说这个果报呈现在 这个地域之中 我想问大家 我相信很多人 曾经在那个 梦境里面 在梦中里面 被鬼追呀 被人杀啊 哇 下去发生什么 很恐怖的事件 令你自己呢 整个身体在颤抖的 在梦境里大喊大叫的 尤其当你生病血气不足的时候 你可以梦到你从 山崖里面掉下来呀 其实那种感觉那种心灵的恐惧呢 就跟你现实生活中身体的 这个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那一种感觉呢 我就可以告诉你 那就是在地域的那种感觉 就是意识上受到折磨 受到苦难 的那种疼痛恐惧害怕的一个感觉 那只是在梦里面 那你觉得如果 我们一个不小心 或者我们不小心造了这个第一页的话 你堕住那一边的话呢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我刚才也跟大家提起 这个世间呢 也有很多 现实在世间的第一 比如说 我们说医院啊 刚才我所说的 肚子饿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世间可以显现很多人间第一 我们也不以为难 因为为什么他不关我的事 我会讲他不关我的事不是我 每一个人都抱着一个侥幸 或者是一个不是我 来排除这种恐惧害怕 或者要消业的一个心态 这样的思维呢 是不对的 为什么 我们今天所呈现所受的 是我们现实 过去世 造的福德 到了今天的 前线出来 我们有这样幸福 我们也不知道在过去世 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恶业 在座的各位 参主门 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第一 每个人都走过出生 走走过恶鬼 也走过人 走过天人 我们六道轮回 是不停息的 只是我们跑得快来到了这个人间 到了这个人间的话 我们还不省觉这个人生难得 我很难得到这个人生 狭满的人生 尤其靠近佛法的地方 又有接近善知识的机会 你还不省觉的话呢 很可能这一生 连这个人生都没有 但我们知道这种轮回我们自己会可怕的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种种的这个 这个果报 闲果报 还讲了第一还讲不够 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很多很多第一 里面的苦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呈现出来在这个 下一节里面第四节 讲到种种第一的 怎么样承受的 当然 老师不是下你们 因为这也不是我讲的 这个佛讲的 佛讲佛不妄议 佛也不用骗你 其实第一道很多众生 很多 宗派都在 提倡 在讲这个第一 那既然我们知道有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的恶果什么时候会呈现 我们就先 发愿 发愿怎么样 要远离这个 国报 我们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显报 还没有显出来 因缘还不记足还没有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给这些恶的种子 第一种子恶鬼 三恶道的种子 在还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呢 把它进化掉 把它改变 改变DNA 改变你的 人格DNA 做人的DNA 你改他 就是怎么去改呢 当然我也讲了 踏踏实实 老老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 一心一意的学佛 只有学佛才可以摆脱 生死轮回 因为只有 这个我们所谓的佛教才讲到生死轮回的苦 然后我们要真的发愿 发愿不只是 这么简单 当然 以佛法的做法呢 我们刚才经典也提到 一点的恶都不能造 因为一点的恶可以一点一点慢慢做一小恶 哎呀不要紧讲一个片话不要紧 它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片话 为什么 因为一个片话盖着一个电话 一个盖一直盖 越盖那个片的洞 变极越来越大 就是这么简单的说 那 当然一点点的恶我们都不要做 为什么一滴水慢慢的滴慢慢的滴慢慢的滴 它会变成一个大洞 不要以为说一点小散罢了 我不用 不用做了 啊 即使是你走过看到一个图钉在地上的话 不要紧了 我都没有踩到 啊等一下人家会拿的 或者你走过看到一个垃圾 或者看到一个 碟子在那边 你心里想啊不要紧我不收一定委了 这个是一点点的小散你不想去做 你要做大散 我不懂什么大散 哇要表演 做到很大的散给 而且要公告天下你做了大散事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有 名利吗 要吗要名要利吗 哇名利供养吗 我做单散事 我全世界人都知道 啊我做一点点不是我 我做了怎样 怎样怎样 不要 我们要三轮体空 同样的不要以为说 我做一点小散不轮到我啦 我要做大事的这小事 不关我的事 连扫个地你都懒 连帮忙骂个什么你都懒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修学方式是对吗 不对 所以呢 我们记得一句话 众善奉行 诸恶莫做 所有的善我们都做 所以一点点恶我们都不要做 老老实实的去 做一些功德 做一些善事 最重要 一定要受 我们所谓的善学 戒 定慧 要持 戒呢 大家都知道戒呢不止说我们所说的五戒八戒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戒 最好的戒 就是做好自己的责任 因为做好 责任就守好自己的戒 这是一个戒怎么说做一个人嘛 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才是一个真正守戒的人 当你做好你本分 做好你的责任 做一个牵手牵眼 你去到哪一个结社 八年哪一个结社 你还会犯戒吗 你不可能会犯戒 你看 我是一个老师 我用我的心去讲 去带动你们去学佛 带领你们去教好我的学生 我就做了我的戒 为什么 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我不把学生的教育当作是我应该的责任 我随便教孩子 我对孩子 我不用心 我没有爱心 那你觉得我是在犯戒吗 我造了很多业啊 就包括今天我在这边站在哪去卖来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语 而不是我创意出来让你们去怕 让你们吓到你们不是 这也是一个戒啊 所以戒很简单 做好每一个结社 扮演好每一个你该做的事情 身心合意 你就不会犯戒 当然你身心合意去做坏事也有了对不对 身心合意去偷逃 身心合意去做恶业 也有 但是我所讲的 以戒 为师 你做了戒 我跟你说 你的戒律做得好 做好自己的本分 肯定呢 你就很定的 因为 你把责任做好 你还怕人家批评你吗 你还怕人家讲你吗 没有啊 所以你就很定 好担定 人家说很担定 我都做完了我的责任 人家看到你 都是恭敬 对你来讲就是 起了一个大拇指告诉我 这个人很好 因为他 做得很好 他的本分啊 借力做得很好 自然而然他就定 他就不会被诽谤 被人家讲坏 讲不好听 又怕我做错事了 我没有尽责任 别人讲 这个讲那个讲 做父母的 做儿女的 做媳妇的 做姐妹的 做兄弟的 做 这个 所有亲见的 我们 法亲的 也一样做得好 那你就担定 你就定 那你定的话 你肯定很有智慧 因为你讲话也比较大声 如果你没有定你讲话 是啊 然后又变 又变气 这样好像 因为你没有定吗 如果你有定你的智慧起来 你是讲话讲得很稳固 很稳重的 好好的讲 给人家射受到 所以你真的 一定要从你的内在 内涵先修 你跟我讲 你很厉害 念佛念经 但是你的人格性 等于零 你觉得你在犯戒 你做的不好 责任没有尽 你说你会不会造下 三恶道的因 100% 肯定下第一 肯定受恶鬼到处神道 所以我们要避开这一点呢 我们这一刻 马上要尽其意 就是让我们的心 充满着光明 让我们的心充满着 智慧 让我们的心充满着 众生 慈悲之爱 这样子来做的话呢 你不但可以把我们过去试 三恶道的因 他的因果还没有来 那个因快点 去除 去了之后就没有果 因为已经 干净了吗 快快刷 快快洗 那个很重要 所以呢我真的希望说 透游这两卷之后呢 不是念给佛听 念给自己听 你曾经从那里来 你也可能会过去那里 但是 没有过去试前 让我们先清净 就没有机会过了 那也不制造任何下 三恶道的因 那肯定 能够进化我们过去试的 然后将来我们也没有造这个因 所以一切就严满了 真的 用心去修学 做好自己的本分 把自己的心用得最清净 用一个非常感恩慈悲智慧的心 来应对你的众生 六道 轮回就慢慢慢慢的 离开你了 你就成佛菩萨了 我们先从离开三恶道 然后就慢慢去修行得到菩萨的境界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1道 阿弥陀佛 好 大家早上吉祥 吉祥业 感恩业 欢喜业 今天 就是农历了 七月十五了 也就我们 七月初一了 也就是我们 七月初一了 也就是我们的 世间人间所说的 鬼节 鬼业 好 当然 刚才我称呼了这个业的称号 报恩业 欢喜业 共生业 什么好的词语 都在这个 农历七月初一 启用了 好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 我们佛门弟子 大家都知道 这个月份 我们一般上 不把它当成是 鬼节 鬼业的 因为这个月 在印度当时候 佛陀时代 在印度 从三月开始 三四月开始 印度呢 就夏天 夏天然后很多雨 雨季多 常常下着雨 然后呢 你知道雨季的时候 蚂蚁 虫子啊 昆虫啊 都会跑出来 夏日啦 又夏天 又雨季多 佛陀时代 佛陀都会 每一个 每天都会带着弟子 或者省着弟子们 都会托波 就是拿着一个波 去 就是说 去让众生 让人民能供养 好 托这个波 那因为 佛陀认为 当时候那个时刻 那个时间段呢 如果你托波 你是在 走行走嘛 才会采取很多的昆虫 虫子 所以佛陀就说 这个月份呢 这几个月份 夏天的月份 大家务必留在三间 三洞 三间中 打坐 念经 思维 做种种的 这个佛事 而不要 走路去 托波拉 所以呢 所有的出家众呢 在那一个月份 从 四月十五 四月的那一份 四月初一 四月 五月 六月 六月 七月 四月开始就 五月 六月 七月 就是农历的七月 他们三个月就 在那个山间 在山东 好像如果我们去 邻居山 印度邻居山 由于我们也知道佛陀他们 都在那边修行 这个夏天的时候 为了造更多的这个业 不要踩死太多众生 所以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出家人 都会到那里 进修 修行 持经 打坐 思维 一直到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就功德也满了 他们就要 出来跟佛陀报告了 报告他们有所悟的 他们在这个三个月中 他们悟了什么 他们修了什么 就这样跟佛陀做报告 那个七月十五他们才离开 就是去报告 但是真正离开是七月十六 这一天 那有些出家人他们 僧人他们认为还不够 他们这三个月 还觉得不够 不够开悟 他们可以留多一个业 这样子 闭关 我们所谓的闭关 有一个名称 就是佛陀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 就有一个名称叫做 结下安基 结果的结 结 盐的结 夏天的夏 安乐的安 居住的基 结下安基 也就是 当时候佛陀 在那个段日子 让出家人 结下安基 当然你看 所有的出家人 这么的用功 这么的用心 在那边 做这个打坐修持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既得很多福德 很多的功德力 也有些开悟 也有些在那段日子里面开悟了 所以这样他们的出家众的他的福德是非常大 当时候 有一个叫做这个 佛陀的十大弟子 灵通第一的神通第一的 大目见连 目见连呢 那当时候他 有灵通嘛 他的母亲 他母亲 因为呢 在生的时候呢 叛佛 叛法 叛生 然后呢还做了很多 心理上 精神上 的一个虐待 对人的虐待 就是嫉妒 讨厌 嗔恨 什么都对 能够做多坏就做多坏 结果他死的时候呢 他堕入了二轨道 堕入二轨道 当时候呢 目见里有这个神通 他关到他的母亲 已经 进入了 这个二轨道 很苦 不能开口 一开口 吃不下 然后有 就好像如刀割 或者甚至那些食物呢 都变成了火炭 他根本是在饥饿中 在二轨道中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 看戏也有看过 牧连旧母嘛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就去拜见佛陀 告诉了佛陀 这样的事情了 这样的佛陀的话呢 就告诉他 你趁这个时候 意思就是说 这个 结下安基 这些出家众 排队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是带着一个 满怀的一个 功德力出来 你趁那个时候 去供养 这些出家众 如果你能够做出 如是安静 清静的供养的话呢 三轮体空啦 当然供养 比如说 我现在告天下 我要供养给谁 我供养了什么 我 我 有没有用 就要很 迁徙的为父母 很 踏实的为父母 做这样的功课 结果木建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动作 他这样的一做的话 他说你借助这种功德力 可以救你妈妈的 结果真的 给他妈妈呢 就脱离了 这个二道 而能够 离开这个二道 这个轨道了 所以木建连这个故事呢 也流传到现在 是属于孝道 孝心 孝道 孝心 所以这个业我们也叫为孝心 孝心的业 孝恩业 感恩 孝恩的一个业份 那这样的一个传承 就是传到今天 我们中国人 就有时候呢 就会把 那个节目啊 各方面变成色彩化 把他 色彩了 意思 既然有这样的功德 我们大家也趁这个时候啦 来做 这个 宜兰 有一个叫做宜兰 神会 所以佛陀的时代 我们佛教徒也叫做宜兰 神会 一直就是知识 来帮助这些 超拔 弃弃 父母 超拔多生 宴兴再者 我们的有缘众生 就在这个业 业份里面 我们做这个施舍 那么 这个人间里面呢 就你看 七月的时候 尤其七月十五 很多人在拜路边啊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 认为 鬼门大开了 第一大开了 鬼门大开了 全部的鬼就来了 然后我们要施食给这些鬼 施食这些鬼 施食啦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文化中就有一个叫做 中元节 中元节其实是庆典来的 是一个 丰收庆典 那么就演变到 这个 这个月份呢 你可以看到路边啊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个祭拜 活动的都会在很多神坛啊 民间啊 或者是巴沙 他们用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动作 也是为了 布施和感恩 感恩 这些 哦 这里的鬼神好像大巴沙 大公会他们会这么做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平平安安一年里面 安安乐乐的 平平安安的赚到钱 哇 就去标了 标什么做炉煮 然后就拿着炉 回家去 然后第二年又拿回去 出更多钱 越多钱就 或者标的就标的更好 那有些请什么探请的 这些都是一个 想要得到的一个祝福 那但是 在佛门我们有另外一个做法 我们也有做 我们也就是说有放盐口 放蒙山 盐口和蒙山呢 专门是 施食给二鬼到的 然后我们有词经 打坐 诵经 还有我们有印经书 共生 这种种的佛门的活动 都希望说在这个业里面 能够为我们呢 做一些功德 然后呢 不施 或者是说施食给那些 我们有缘众生 那在这个业里面很多佛堂 他们都有趁这个报恩业 来做这个法会 慈航也一样的 也为大家做了一场 今天这两三天我们念的良完功德力 也回向 也做一个长法会 选择在7月 22 也就是8月25号 星期天 所以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趁这个业份子 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个 功德 那来操保我们的多生父母 我们的 冤青栽族 还有呢 超度一下 九幽十类 十方法界 一切众生 还有有英灵的 世间英灵的 有什么种种的地基组的 都可以 来 趁这个业份 因为这个业份是一个很大的 祭祭很多功德力 很多能量的一个业份 那慈航也不会忘记 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而且我们的活动呢 我们的这个法会呢 却是 用心 把所有的福德 都集中起来 回向导 那 还没有报名 想要做的 可以陆陆续续的 像我们的 美丽师姐 还有我们的 Jasmine她们 上网去报名 因为慈航最近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 还有这里呼吁大家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慈航的活动 不妨把电话交给我们的 苏贞师姐 她可以呢 把你们加在我们 慈航的 请组里面 或者你们可以上我们面子书看我们的 慈航讲堂的面子书 都有活动的公告 让大家可以来参与 比较方便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月你知道 能量很重要 意识很重要 有时候你看了这个企业做父母的会特别交代 孩子 企业啊 不要太迟啊 我家老爷就第一个 昨天孩子出去 不要太迟回来啊 今天企业出役啦 哈哈哈哈 所以每一个父母都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的从小意思就是 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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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吗 存在吗 肯定存在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在想鬼吗 你想吗 你招感每个人都在想 我鬼节喔 鬼节喔 到处有鬼喔 这里拜华走过 很多来吃啊 很多想 因为你们想吗 你们招感吗 所以这个月份呢 你的心里最大的鬼 因为每天想 驾车要小心喔 出门要小心喔 白色不可以去喔 这样那样 那很多时候也很神奇的 很多事情 不好的事情 都在企业 尤其你可以发现到企业很多人往生 很奇怪的 对吗 一定有他的因缘的咯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招感 第一开门的嘛 呵呵呵 所以呢我们此行也为了 让大家安心了 这个月份我们都为大家点灯 那么当然点灯不是不用钱的啦 因为我此行也没有这么多钱跟你们点 一个月的灯 每一个人就 因为你还没有拿出来啊 还有名字要加的 有两个牌 就是写上大家的 什么荷家什么荷家的 牌 放在我们这里 还有 记得把地藏菩萨请下来 今天要请地藏菩萨坐位了 一年里面一个月里面我们已经给 地藏菩萨坐在此行做证 然后呢做法会 念地藏经 念地藏神号 甚至 我们一年里面的地藏经的总数要做回向 也就是我们 8月31号 又有一场 地藏法会 大家如果有印象还记得那个波野船吗 三匹大马吗 然后有很多莲花自己做的莲花 让他你的众生你的冤心在主 你的这个 祖先坐上联台 而且这里慈航老师已经说你要自己做功课 你没有念到地藏经到我部的话你是不可能 回向着功德给你的祖先的 那你看很多地方的都有做所以此行也为了大家 的心安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有鬼变成有 有菩萨了 因为点灯了吗 25块钱 一家人写什么合家就可以或者你觉得每一个人要点也无所谓 一个 一盏 就是写一个名字就25令吉 当然你去算 你自己去算那一天多少钱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是跟你们买了 这个蜡烛 帮你们点 这样子 因为点了灯你心里就告诉自己 我点灯了 你的心就没有鬼 没有鬼就没有摸 就不会来了 这个东西你不要讲 我手上有很多师兄 佛友 他们很奇怪 他说每一年要到7月的时候 或者7月里面 他一定有 发生一些不可意料的 比如说 生病经验啊 车祸啊 家里发生一定有的 他最后他很傲懒 跟我说老师我每一年到6月 我就开始在思维着 7月到了 哎呀 担心什么 点灯点灯 我跟你讲自从他点灯没事了 真的没事 因为他心里一直在 担忧这是一点 是心里照做而成 另外一点 你要记得 燕青在主 我为什么不喜欢讲燕青在主呢 我喜欢讲有缘众生 因为我知道 能够相继在一起 我跟你们碰在一起 肯定是有一定的因缘 我们 在这个世间上 有很多 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我们的家眷 我们的亲眷 肯定呢 都有一个因缘 甚至我们法亲 也有 我们这些叫法亲 你们是我的法亲 同样修法的 一些师兄叫法亲 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个因缘 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呢 刚才那个故事就告诉 你们说 其实他点了灯照了光明 他自己的新鲜光明 他心一光明就产生了好的能量 一产生好的能量之后 他的 所谓的有缘众生 我就说燕青在主 你们不要听得懂 燕青在主就靠近他的手机 这个人的心 已经那么宽大 已经那么安住 已经那么光明 已经那么慈悲 我为什么要讨债吗 我不要来干扰他了 我不要来干扰他了 让他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过日子 好 所以一次 两次 三次 久而久之 他之间的恩怨 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点灯啊 做佛事的功德力 就在这里了 所有的 法亲们 菩萨们 参主们 解焉世界 解焉世界 什么叫做解焉世界 重要的事情想参变 恩怨 一些 你知道我们遇到的人 不是来报恩 不是来报恩 就是来报恩 不是来讨债 就是来还债 这是世间上 所有的 人的思想上 都会存在这样的 讨债的 尤其对我们身边的 尤其对我们身边的 真的来讨债的 哇 我欠的他太多了 我这一生要还的 这个是世间的一个事 尤其对孩子 对家人 兄弟姐妹 哇 这样整天那个钱拿不完的 有事就来没事都不登三宝殿 一来到糟糕来讨债了 要借钱了 哇 然后孩子 听 你这么疼他 这么爱他 都不听话 每天祈祷你半死 哇 来讨债的 这些就是 我们所谓的讨债 抱怨 抱恨 种种的 这个能量就在里面 但是 成为一个修行者 成为一个佛教徒 成为一个想要做菩萨者 我们不要 好的 我们谁 高兴 不好的 我们也接受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呢 我们不要抱着一个心 他来讨债 不要 你要说我来抱 恩 因为如果你转一个念的话呢 他是你的菩萨 为什么说 我们想要成佛嘛 想要成菩萨嘛 我们一定要有很大的包容心 去包容我们所面对的 善 恶 好 坏 包容好善的也要包容哦 为什么善的不包容 你就做你不包容你就做不到随喜对吗 他做了这么善事有什么厉害我有的时候我比他更厉害 他煮的这么好吃我煮的比他更好吃 他少的这么好做的这么漂亮 我不要做包容我做的比他更好 这就是没有包容心 这也是在结这个戒烟啊 对吗 所以你如果没有对善的你没有包容心 你也是在造作 戒 恶 缘 恶缘了 因为你看哦 你们不要以为 我心想罢了吗 我心想罢了 我没有讲出来 我跟你讲 这个意念的东西啊 收得到的 知道的 那个人讨厌你 你知道吗 肯定知道啦 那个人不猜你知道吗 你肯定知道 他不用跟你讲话 你 你从他的那种种 态度上 感官上 整只走过去 你都感觉到 这就是冤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对善的 我们也要解厌世界 也要包容 而你不是说老师讲包容啊 慈悲啊 对着那些都是不好的 对不好的 对恶的 对不好的人 对不好的是更要包容 因为你包容 你就会 原谅他 一个你能够随喜他 一个你能够宽恕原谅他 对恶的 对我们身边 尤其有时候身边 不是冤家不计头 不是很冤的人 不会做兄弟姐妹 不会做亲贱 不会做儿子 不会做 父母 不会做夫妻 这肯定的 那你就 但是我们修学人 都是来报恩 谁来报恩 你来报恩 对你不好的身边的人 没关系 我接受 他是菩萨 他表演给我看 他给我知道 哦 他这样的所作所为 令我懊恼 我为什么要懊恼 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 原来我自己的占有意很强 我的有所求很强 尤其对儿女们啊 他们不听话 你就开始生气了 那你就因为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 就把那个我的 我对你 我养你 你要听我 那么做父母的 做女儿 儿女的更糟糕哦 你是我的父母 你生我出来 你要养我 我们的 我要提醒一个话 是没良心 不是事无量心啊 大行法师 我这个故事我很喜欢 慈悲喜舍心嘛 那么大行法师讲 现在什么慈悲喜舍心啦 现在的儿女都死无良心 死无良心 不见人都会听 他说死无良心 他是台湾人嘛 所以他讲这话 所以你看 不是说父母的错 或者儿女的错 或者兄弟的错 姐妹的错 不是 这是因为你们大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好自己的责任 儿女没有做儿女的责任 父母没有做父母的责任 兄弟没有做姐姐的 没有做姐姐的责任 然后才 这个冤就一直戒 一直戒 一直戒 那佛教徒 父母 也好 我们一定要做到儿女对父母的孝心 你做不到 你就借了这个恩怨 为什么 父母一定会想 我养你这么大 你这样对我 那儿女的话 没有报恩心 没有报恩心就讲 蛮怨心咯 他比较疼 他不疼我 比较疼 他不疼我 那你没有问自己 为什么我不被疼 他们只会说 妈妈比较疼哥哥 不疼妹 不疼我 但是他没有问 他只是说 妈妈你比较疼哥哥 不疼我 他为什么不问 妈妈为什么比较疼哥哥 儿不疼我 是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你看 解烟世界 接下来的烟很多 那是过气式 因为我们遗痴 我们没有好好拜佛 我们没有好好内观 所以讨厌这个哥哥 讨厌这个孩子 讨厌那个 总之整个家境就是每天讨厌来讨厌气 里面都是冤冤也业 这个冤业呢是带到气的 你今天不跟他解厌世界 你来生肯定碰到他 尤其夫妻关系 你 我常说啦 哎呀 有些师兄跟我老师很难的啦 很难的话 就把从心里放下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 哎呀 又跑过去老师讲要解释 老公啊 老婆啊 对不起啊 做不错 都恩怨这么久了 但是 做不到怎么做 我们很多师兄在笑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有时候我明白真的做不到 我了解我没有说你错 但是 心里放开 心很重要 好 我包容你 我不想去跟你有任何的 一个瓜哥了 希望来生我们做法清 有缘碰到 那你这一边就放下 那边的夜来的 你都会把它挡掉了 挡掉了 所以挡了之后慢慢的话 这个解厌世界也就了了 家人也是 有时候我们 特别讨厌 因为他怎样讲 所以你就一直跟他 乱啊 跟他乱 跟他吵啊 结果弄到自己也苦 他也苦 亲情也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解厌世界呢 可以透由 我们先做起 你先做起 第一 我们不要 我们要有包容心 包容善 好坏 都包容 你有包容心 你就有宽恕心 你就有慈悲心 全部拿出来 好的心全部拿出来 不好的心把他 熄灭掉 啊 这个就是 这个 借好阴好缘 那对于 已经借过的恩怨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那时无知之下 无明之下 造了业 都由我们讲话 深口异业来造作了很多 二阴二员 今天我们进入佛门 告诉自己 我用一个角 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待我所 面对 恶言 我做不到 我惭愧 忏悔 那我再做不到 我求佛帮忙 也就是跟他做超把 做超把 有时候你跟他超把法会 我可以讲一个很好笑的 哎呀 欠我钱一直讨不在 讨不到 就写一下吧 某某某人 欠债不还 跟他做超度 有笑吗 有笑 那我头痛 我每天扁头中 造成我扁头 症的 烟青在主 有笑 因为有些病 是烟青在做怪 有些病是烟青在做怪 而不是身体的病 所以这个解厌世界的方法很多 我们除了可以透于法位 忏悔 来解厌世界 我们 一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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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解的话 解掉他 新的业 新的烟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再去解了 如果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相信 下来的 解厌世界 你肯定做得很好 为什么解厌 解 解 你自己看 就是解厌 解 解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解厌 解 解 阿弥陀佛 凉风喜许 清静意 所以带着一个 感恩的心 端坐在此行的坛城内 用心来惭愧 忏悔 刚才我们讲到 解厌世界 厌队由我们的山独透由我们的十二页 而接下了种种的厌队 所以务必 我们要重根拔起 当然 过去世的种种烟队 已经形成 还是有办法把它拔起 我们先告诉自己 在过去世中 因为我们的贪 贪 吃 三毒 启动了我们的牲口意 造作的十二页 清楚 根本上就来自 以你的内在的心魔 也就是你自信中的一个不善种子 贪 诚恨心 和 以吃 无名 这三种如果没有年根拔起的话呢 肯定来说 你这个六道的轮回是不能停息的 你只有 把这个贪 吃 的三毒 连根拔起 牲口意 都接清 所有你的所作所为 都没有涵盖着这三种毒素 所以应该要解毒 这三毒不解 你很多 小小的冤就从此而结了 你知道 烟青 这个接了这个烟青过后的那个恐怖性吗 你所接的烟青 有缘众生 接堕落六道里面 在三三道还可说 最多做人来跟你讨个债来挑战你 如果万一这三 这个烟青寨主你所接的冤家 堕落到三二道的时候 那是非常难搞的 所以你看有些人 他们的生活中遇到种种障碍 他完全不能把他 击除熄灭 因为 债主太重了 除了有形就是像我们人种性的 做了剑鼠才成冤家 之外还有很多无形的 看不到的所谓的鬼神 他们都在间中等着机会向你讨债 有时候更恐怖的 因为你修学 你修得很好 你一直在念经拜佛 但是他也有办法还不够坚定的话 功德力不大的话呢 他还会借助你旁边的清见 你的最亲爱的人来 讨你 来跟你讨回债 所以这个 三恶道的 烟戒 一定要解 不解的话 好像你的 多生的有严重 神言经在主在三恶道受苦的时候 你同时也在受这苦 因为他在 折磨 因为你的关系 他堕入三恶道 在生恶道 受三恶道的苦恶的时候 他突然很生气 就是因为你 跟我借了这个恶意 我生起真正心才堕落了 他只要想到你 意识有你 你同时 可以遭受种种的 病痛苦恶的 所以不要小看 那我们要连根拔起 很容易 人种性非常容易 只要我们生起了一颗菩提心 菩提心中一定要有大悲心 大悲心的因素就要有平等心 一定要有无分别心 包容心 种种的善心都在我们的霸 大悲心中 大悲心就生起了菩提心 菩提心是要成佛的心 所以你看一贯的那个心 最规回到就是我们的内在的那颗 真实真如的心 只有这个心 生起的时候 才能够正实 做到 解焉世界 你可以告诉老师 老师 我这一生 荣华富贵 想祝 想祝天乐 家庭和气 和你平安 个个都好 钱也多 屋子也多 车也多 钱最多 没有什么 我的福报很大 我告诉你 你这个时候 就更应该保有你这个福报 让他永远存在 要做更多的福德 做更多的福德 做更多的福德 你的福报可以留得更多更久更远 用得更好 而不是安逸在其中 另外一点有人跟我说 老师我很苦 我从小到现在都苦 我进了佛门更苦 我不进佛门没事 我进佛门更苦 有没有人跟我说过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 进佛门主要目的 就是要 把我们过去世所有的 烦恼啊 障碍啊 业障啊 透由佛菩萨的力量来净除他 那当然净除也有方法 就是要生起 惭愧忏悔心 你没有生惭愧心 我哪里有错 我不需要跟你讲对不起 我没有错 为什么我要跟你低头 这就是没有惭愧心 只有惭愧心 才能够生起真情实义的 忏悔 忏悔意思就说 我对你愧疚我自己所作所为 对你的伤害 对众生的疑痴伤害 对他们无名伤害 对他们贪神是起落很多 借了很多恶言 如果我没有感受到这一点的话 我跟你说你的 忏悔呢 都是假意的 啊 对呀 自从 等女会 念的很好 很惭愧 如果你没有生起惭愧心 我跟你说你的忏悔意 升不曲 那你不要说我思维我自己 我认识以来 我从来没有做恶事 为什么要惭愧 你这一生没有罢了 你看有些人他们的生活很好 一到老年 受尽苦难 有些人从年轻受尽苦难 到老突然间好 有些人突然破产 突然发达 这种无常的东西 是跟着业力来走 也跟着烟轻载主 最重要先要解冤世界 就要慈禧了一个慈悲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经文里面一直讲 三毒三叶 三毒就是贪生吃 生口义照旧的 就要惭愧忏悔 他不离就在那边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见证很多内容 见属 六亲 内外亲 兄弟姐妹 姨婆 素夫 孩子 夫妻 都是有焉有业的 感恩的心 用心的继续 解焉世界 我们感觉到我们很幸福 我们很自庆 就是自庆很自我的高兴 感觉到我们很幸福 能够在此时此刻 还能够呢 在此行讲堂 跟法庆众一起来礼拜 慈悲道场 最高兴的是 我们离开了霸难 我们没有在霸难之中 流转 受难 那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霸难之中呢 三个我们并没有在里面 就是三恶道 第一出生恶鬼道 我们没有在那边 这就是其中的三难 其中一个难的话呢 我们也没有 所谓的身体的残妾耳聋啊 笔子 就是说整个身体肠戒脚 手脚不方便 种种的不方便 那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身体的灾难 我们也没有出生在一个邪见的家 你知道什么叫邪见家 你没有去接触 那个家不能只是子女的家庭 可能你去的公司啊 或者你的环境啊 你去的地方 邪见的 邪见的意思是什么 专门迷信 无知无明 不信因果 然后作恶就告诉你 没有事的 这些都是迷信的 念佛是迷信 打坐是迷信 所有证法都是迷信 所以他所带给你的都是邪见邪知的 都是在损着你的坏 毁命的 那就是邪见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没有出生在长寿天 大家都知道最靠近我们的天 那里我们这里呢 五十年 那边才一天 然后再上的就是被真的 一百天我们这两一百天我们这里 两天我们这里一百年 再上来四天是吗 他是这样被真的 一加二又再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什么 什么天最高的天是什么天 五寿天 没有的计算的天 所以你想我们那边最靠近我们的天 一天我们这里五十年 第二从天呢 那边两天我们一百年 再下来两百年四百年一直加一下 你想像我们要来回轮回多少次 如果你出生在这个我们说五寿天 就数不尽的节的天 你还有机会享受吗 还有机会来学佛吗 你就远离了佛 我们也庆幸 我们没有进入这个难 不要以为我做天人很好啊 那你没有进这个难 是一个难来的 另外一个难呢 就是说我们没有出生在佛前佛后 就是佛已经涅槃了 但是我们还是在佛中 为什么我们跟着医治佛的教义来修行 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说离开佛在这里讲法 你去到那里 佛讲完法你才来 前后我们都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庆幸的事 所以我一共讲了多少样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四字变充 有些人他很聪明 你跟他讲耶稣 跟他讲道教 你跟他什么崇拜 天和地理什么都懂 但是你一个就是跟你辩论辩论辩论 他明知道有这个证件 他还是要拿他的那种念来 来把你的思想正念的思想 磨灭了 因什么因为他四字变充 太聪明了 那个聪明之中仿被聪明误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难 还有什么我漏掉了吗 我讲了几个难 七八个难了吧 三个难 一个 俠满人生 然后呢 佛前佛后 邪见家 长寿天 还有四字变充 对了 八个难 我们除了远离这个八个难的话呢 我们还很高兴 很自信 我们有15个 自得我们高兴的事 我不一一讲来 待会在经典里面就带出了 我们自庆的15点 自庆什么 自庆什么都会念 随闻入境 那大家就可以 明白了整个唱文的 所在处 当然 我们 在念经的时候 我们心细着三宝 三宝就是佛法生 所以你看在我们在拜验或者在忏悔在这个 种种的一个 经过的这个课程之中我们都没有忘记赞叹佛 佛的大功德力 菩萨们的大 菩萨力 大佛力 大 圣贤力 大慈悲力 大菩提力 大超霸力 能够讲的力 都讲得出来 我们在赞叹 因为我们的心是联系着三宝的 我们知道三宝会净化我们的心性 会提升我们的人格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心 紧 紧记这个三宝的慈悲 紧记 这个三宝的力量 当然大家很高兴能够来到慈航 尤其呢 接近了很多 我们的法亲一起来礼拜 甚至可以拜出很深入的一个 感受来 这也是要我们要谢谢大家 我们是参主 这些叫做参主 我们来拜参就叫做参主 我们要谢大众 大众无论从小的到大的到很大的 什么的功德都好啦 从主啊 从 大鹏啊 从我们准备 我们所有的供品啊 然后从经书摆设种种劳作的帮忙的义工们啊 我跟你说我们做参主的应该 真的要礼谢他们 礼谢所有呢 付出者 最大的礼谢是礼谢谁啊 礼谢自己 因为你让你自己来到这个 殊胜的法会之中 然后让自己 牺牲了一家人共乐的星期天 啊 我牺牲了跟朋友喝茶谈天的时间 你要礼谢你自己 你的意识叫你来 所以你来了 我们礼谢了之后去了拜了 从前面 啊从了什么 呃什么从前面的皈依 断仪 忏悔 一直到接下来的 呃这个 菩提心发心回向 然后接下来的就有 呃 解验世界 到现在的种种的功德力 我们都要回向 为什么要回向 这个做是 大 总 回向了 前面我们是回向 但是大 总回向 回向什么呢 当然回向你自身菩提 回向给你有这个知良 生生世世 能够得到 依止善知识 出生在有佛的地方 有佛法的地方 然后遇到好的道场 遇到好的知识 善知识 引导你 然后你修菩提心 行菩萨道 直到你成佛为止 所以这个总回向 一般上不是回向给我们自己罢了 我们回向给 四生六道的 所有众生 令他们跟我们一 一样的 成为菩提 见属 一家人 菩提见属 所以这个大回向非常的重要 回向过后呢 我们就要带着三善道的 所有三善道的人道啊 所有的天道啊 修罗道的来礼佛了 所以接下来的两卷我们就 给休息一点时间再继续我们的 第八节 好 然后给我一点时间 我上楼去啊 好 从这前一天呢 到 星期六 礼拜天 到今天的星期一 我相信 从 你对佛法的深信 归的心情 带着 惭愧 惭愧 忏悔的心情 一致 有次第的 什么叫做有次第的 就像你读一年级二年级 山上的妈妈 没有跳的 梁王宝餐是一部有次第的修持的经 如果能够专修梁王宝餐里面的次第 从归医到段医到禅慧 所以呢 有次第的 跟着里面的 教义 而 行 菩萨道 也是 一种修持 所以你就看他很有次第的 你看 从惭愧到忏悔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 去提醒大家 怎么样谨记三宝 谨记无常 然后 后面的几步呢 就从昨天的第八 今天的第九 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的 三善道和三恶道 来礼佛了 那你可以看到整个流程 整个过程 整个编辑 编得很好 那你会很多疑问就告诉自己 天能比我们 幸福 比我们高 修罗道啊 天能都比我们高 我们为什么还要带着他们礼佛 其实 因为他们太安逸了 有时候又忘我 有时候又忘记了自己 那么就迷失了 迷惑了 在这个 享乐之时呢 也忘记了修行 包括我们人道 也不是每一个人会认为 入门 修行是对的 他们总觉得我现在活得很好 我为什么要进入 修行 所以 因为这样的 的原因 那么三恶道更不用说 他们 受了种种的三恶道的苦恶 写图 刀图就是 又饿又渴 然后呢 又被杀 这种种种的这个苦恶 你觉得他们能够修行吗 所以年轻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念佛拜经能拜就拜 不然呢 等到你有一天想拜的时候 说有些人跟我说老师我不能啦 因为家里孩子还小啦 老公要雇啦 工作要钱要找啦 他忽略了一些的 这个 机会是无常的机会 意思说 他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真的拜不下了 当然我没有叫你们抛下 家庭不理 要抽一点时间 为你的真如 为你的没有身体的那个你 积极之良 好好拜佛 所以你看 整个过程呢就到我们带着这三三道和三二道 我们带三三道主要原因是也有报恩 因为他们 太安逸了我们要提醒他们然后带他们来拜佛 为了报恩他们 因为 毕竟呢 过去世我们跟他一定有一定的姻缘嘛 那么在六道里面种种的都有一定的姻缘 也曾经是我们的 多生父母我们的 语言众生我们的兄弟姊妹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带他们来拜佛 对于三二道我们也有很多有缘众生 是进入了三二道 我们也希望他很快离开了三二道的苦 但是他们因为太苦难 他们不可能能够 用心的去拜佛吧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做到 尽量的发菩提心 发慈悲心 来代理呢 所有的六道众生拜佛 然后我们有说 修学人 行菩萨道德 一定是平等心 无分别心的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心说 我念经回向给这个 不回向给那个 我度这个 不度那个 如果行菩萨道的人呢 慈悲心一升起的话 是无分别心的 平等心的 所以你哪里会分别说 我度天能不度地义 对吗 对这些六道众生跟我们有过去的因言 我们都非常的 珍惜 并且带着他们一起来 惭愧 惭悔礼佛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于我们 这一次的梁王宝餐呢 我们 会回向 到7月22日 我们有一个孝清报恩法会 普度法会 也就是把我们这三天的功德力 还有我们当天 还有这个7月 我们所念的经参 还有这个 地藏经的 这个功德力 地藏菩萨的威德力 会回向给当天参与 法会的所有的超度者 那么我们有很多超度排位 也希望说 我是一个要求 全体在这里的参主们 你们务必 一个排位 就是你们的祖先 和你们的 烟青有缘众生 其一的你觉得你杀生很多 你就超度十方法界 就优势类 在你要超度 我们所谓的 英灵啊 还有地基主也可以 地基主意思是说我住的那个地方 那边有那个鬼神 我希望他一起来 念佛 来拜佛 然后把这个家 这个住的地居 旺起来 你可以超度地基主 所以种种的排位呢 其中一种烟青债主 你们如果经济不许可 写最便宜的五十块 写上去 然后让他们烟青债主 可以来 因为你的功德力 就已经有了 然后借助大家一百八十多部的 良王宝餐的功德力 加上当天的功德力 蒙山的功德力 完完全全回乡给种等 所以呢 其实你说我经济许可 你可以写更贵的 我们不会很贵 也没有 要求做什么功德主 有些地方做这种法会功德子 十千 二十千 五十千 人家都这么给的 老师这里呢 最贵呢 就给你们三百块的一个牌位 一个牌位 那些十个三千块 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里呢 主要是操拔众生 而不是在于 得到一些盈利 盈利当然要不然我们也没有钱 来给法师 法经 来供佛的 你们有来过我们的法会 你知道我们供品呢 是买上十多千的 不是三五千的东西 我们可以一个法会花上 论十千的 不是一个十千 两个十千 可能三个十千 我们就是这么花出去 然后供养法师有两个法师来 也要几十千来花的 法师我们供养也不少 最少一个十多二十多千三十千不一定 大法会五六十千我们都这样供养的 所以这个开销呢 其实 你 你去出了一大笔钱 你说不用啦 你看我供佛的东西 供果供花 我才花上 一千块 五百块够了 但是我出到两千块 那你多了那个千五块做什么 那就是福报了 功德一样福报就有了 因为这千五块我又可以拿去供僧 又可以拿去装修我们的 佛堂还水电费呀 这些也是一个补失 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失 也是一个资粮 所以呢我提起这样的事情呢 顺便告诉自己 你没有钱也可以拜佛 你怎么样拜佛 你来做义工 你看到水没有关 电没有关 不要浪费马上关 你这一个关你就跟佛堂 你就布施了两脚钱 关第二次 两脚钱你每一次来看人家不关灯不用骂 关 其实你在布施 为什么说你虽然没有出钱你的手一倒 我省钱了佛堂省钱因为这个不是我出大家一起出你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当你抽水 肮脏 当你看到这个坏你来维修那个坏也来修你来维修我请人家来维修到钱 你说对吗如果我今天厨房没有人去承担这个义工没有人打赏 有钱罢了吗 来你帮我打扫150块200块请终点工人 你觉得那个是不是很大的 一个开销 你们义工来了 全部自己做 我们省了这笔钱 其实你不失劳力之外 你也不失的钱财 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灯 什么 你们没有 好好的节省 是在 不是不是我们在用这十方钱啊 那才怕我看到我总是喜欢去 包括家里 不是因为不舍得还钱 只是觉得不需要的话我就会关关关 为什么我都解释给你听 你没有钱不要紧你做这样的动作 我可以跟你讲你肯定 祭福报了 所以你咚咚咚 我没有钱出 但是其实你在出钱啦 看到佛堂拿你东西坏掉你去修 我不用去买过 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每月要花很多钱去 处理 所以呢 不一定有说我有钱我才可以做不失 然后你说我来佛堂吃了这么多食物 我总是觉得大家很感恩就 这几天的食物都是中年法师那边给我们承担的 当然不是免费的 我跟你们讲一餐我给他12到13块 你去算 我为什么会叫中年施主 因为他煮得非常好吃 喝大家的口味 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抱着一个不失的心 抱着一个帮 师傅在卖这些债嘛 我帮他 我不会给他5块10块 没有 12 13 还不止 我们 算他14了 还曼曼曼曼曼讲不止一餐 我每次叫他给多了 不止真的不止 又包红包 所以你去想你吃多少餐 所以这130块也是一个布施 布施什么 帮我们承担 不然我们佛堂也没有这么多钱来承担给你们 拜一个两包 以前还收100 现在拜130 为什么因为 真的cover不到 还要买果 蔬果 什么都要的 所以看起来是小数目 但是大家记起来就可以承担所有的 那之前我们也有放一个布施供灾 那以前给大家帮忙出钱 另外供灾我们也收 因为报名里面有 所以这种种的就是一个布施 好 那我们讲到 这是题外的一个课题 因为我突然间想起了 我就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说我没有钱我不可以参加法会 我没有钱我不可以来佛堂 你的劳力就是钱 记得你的劳力就是钱 你不要跟那些有钱人 有钱人很奇怪的他们出钱不来的 因为他们要赚更多钱来给钱 他没有错 有些很有钱的他们一直要从早上贪黑 还没有按他们要出门到晚上回来 然后他们回来之后他赚很多钱 他又很舍得布施 因为他要赚钱来布施来中原道场 他没有时间来 我们很幸福 我们不用赚钱 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溜哉 安哉的吃个早餐 今天做工天啊 哇 坐了起来 我还听老师啰啰啰啰的 还可以念经还可以唱帆背 哇 很高兴 中顺带出来 唱到我都没有声音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种种有因缘的 你每一个道场都有人出钱 都有人做工 都有人义工 都有人煮 都有人扫 没有说没有的 他很奇怪的 这个护法 就会护着我们道场 就包括前几天我听我师兄讲 很热嘛前阵子 哎呀 这么热的天气怎么办 什么什么 那Mandy师兄跟他说 不用担心的 你不知道的咩 真的天气就给我们一个很震撼的一个相应了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功德力 下来呢 我就一直在鼓吹我的法会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需要很多钱 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好 好殊胜的功德力 为什么你们不请你们认识的 要王林杰来座位呢 因为我们需要 所以真的没有钱 又要超度了 告诉老师 我们佛堂免费给你都无所谓 有些人经济真的有困境的 可以过来跟我讲一声 因为我们在这个企业里面 超度是非常的重要的 超度 然后在我们的讲法里面 我们听的法文里面 圣言讲的 这个里面的超度 他有另外一个解释叫超越 超越自己 当然我们要自度度人 要超度不只是把这个超度 变成只是超度王者 先要超度的超度自己 好 你们第一次想到什么 超越超度自己 你自己不自度 你度不了人 此生不向今生度 还要等到哪一生才来度这一生 你们听到吗 有一句的此生不向今生度 什么 带何时度此生 所以你们就知道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等到什么时候来度你现在这一个生呢 所以超越怎么超度自己 就像我们所说的 拜良王 拜参 听法 守戒利 文法 然后最重要不是文法是知识罢了 要实修 入法 真正把法用在你的生活之中 就刚才我所说的布施的法 你就用在生活中 忍辱的法用在生活中 六度的法都可以用在生活中 所以你除了把自己里面过去世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习气 在这一生好好地调整 好好地重排你的戏剧 重排你的故事 重排你的编辑 将来的你会演出一个非常好的戏 也是一个好导演好作者好观众 这样的一个修持方式呢 可以带出一个 生命线的改变 于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流转 我们要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 你学佛 今天早上我还听到我们的老师称赞 Mandy 越来 练熟 越来越好看 我说是以前很凶 心很硬 现在软了一些 再来给我讲了讲了讲了 请他喝咖啡喝茶多一点 他就慢慢柔软了 所以我在这里跟师兄们讲 你们不要被Mandy的那个假设 打向来影响而你们觉得 我不要跟他讲话 我不要来跟他打 讲话都窜到要命的 很多会讲窜 你们都不了解他 他的心是软如水啊 你跟他揉一点 因为这是他讲话的习气 包括我家老爷也是的 心很软 但是有讲话起来很窜的 我们说 所以呢 不是说他们两个 还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不要用仪表啦 仪表 因为我了解嘛 我了解我就不觉得他穿他很柔软 因为为什么 我也要让他感觉到他的慈悲 然后也给他感觉到柔软心 所以你看很多人跟我说 刚好是你不会发脾气的吧 如果给我骂给我发脾气 那很糟糕的啦 我会骂人 但是我婉转的 我都用仪法来告诉你们 要改要改要改 所以今天早上很多故事 你知道我一找来这个故事 哇我说很好 赞叹他 所以我也知道 你们这里不多不少很多人被他得罪过 被他得罪过 其实是你自己着相 你不了解他 哇有些甚至说 不能啊又怎样啊 你没有想到你自己咯 你会说有人家我很大 他我很大 如果你的我不大 你就不会看到他的我大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我比他更大 对吗 我们每次批评人 他的我很大 他的我很大 你的我不大 你会在乎他的我吗 就是因为你的我比他大 哇你就很大了 所以你有时候内观就是这样子的 人家发脾气 一定有他后面的原因 有他的原因 我们就以柔软心 慈悲心去接受 他当时候为什么 一定在情绪不好啦 你做一个菩萨 你就要去超大 超度他 超越他 这也是修行 所以超度 其实先把自己做好 不懂得做的话来此行 星期三我们每天 唠唠叨叨叨在平台上 听课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很多 有关于日常生活 修行的一个改革性 改变自己的DNA 你这一生啊 就在这一生 你会很幸福 最起码 你的心间是充满着爱的 你的心是充满着慈悲的 因为你一直在改变 你一改变你的人格性 我跟你讲 你的面勇相由心神 你做什么都顺利 因为你少讲话了 你受好你自己了 你对人都慈悲了 你觉得你能量发出来 你招感了很多贵人 所以生意越做越好越大 所以为什么人家拜佛会越来越好 原因是他们有改变 改变的人格性 所以他们人格性一改 他整个人的那个观念啊 思想内涵啊 完全改变了 一改变过后呢 他整个生活都幸福快乐的 面对问题 如如不动 逆境顺境也如是的应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自度 先度自己哦 叫做超度自己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超度 亡灵祖先 冤亲载主 我们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要他们赶快 在这个整个超度法会中 听我们讲 念经 然后呢那种力量 让他们感受到之后呢 能够离开这个三恶道窟 离开六道 而发菩提心 你看我们跟他们发愿 发菩提心 希望说他们更好更好更好 那他没有能力嘛 我们就请法师 请诸佛菩萨到来 引渡他们 他们没有能力拜 因为有时饿鬼哦 吃都没有哦 就在那边没有力 第一众生已经超拔的时候 在受住的也很苦 当我们把他的牌位写上来 他们马上可以 离开那一个苦 来做上连台位 听法之后 如果那当下他们能够马上觉悟 马上射受到佛菩萨的慈悲力 马上可以超度 真的是马上可以超度 今天我们念一句 阿弥陀佛 你的冤亲在主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暂停受行 这一点是真的 第一众生你有 好像比方说 讲不好听我们的父母 如果下到第一 我们每天念阿弥陀佛 他马上可以暂停他的这个受行 一直 所以一直回向一直回向 所以超度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超度你也不需要说 买到多多东西 烧大灵屋 烧这个弄到多多 不需要的 因为你看不到的话呢 可能那个灵屋给你烧是很完整的话 但是可能一人哪一只 一个瓦 一个窗 一个什么 为什么因为有恶鬼嘛 强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在超度法会 我们会请我们的 这个面南大师过来 观音菩萨 这样的一个超度法会 所以很重要 在这个月份 你们可以做类似的法会超度 经文超度 济善德国超度 比方超经 念佛 共生 所有的善己啦 所有的功德力 都能够得以 回向给我们的超度亡灵 让他们能够 离苦 得乐 所以呢 记得超度 自度度人 先度自己喔 不要把超度放到只是亡灵 超度自己先 然后超度众生是另外的一个功课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很用心的进入 谁敢跟我去地义啊 哈哈哈哈 我们来去地义 地义把那些众生 把我们过去的有缘众生 用意识 我都跟你讲 我们是意啊 我们不用身体走进去地义 哈哈哈哈 他也不给你进 意 用你的意去打 把你有缘的地义众生带进来 慢慢地跟他们带着礼佛 所以接着下来这一卷呢 是有一点点的揪心 如果你们深入进藏的时候 用心呼唤 地义众生一起上来礼佛 好 阿弥陀佛 好 大家稍有休息 吃了点东西 应该也都精神提起来了 也没有饥饿感了 为什么 因为刚才呢 我们进入了三恶道之苦恶 带着他们礼佛 那有些师兄可能会认为 为什么这个不经呢 会这么慢呢 因应很多 第一来讲呢 我们的心灵随闻入境的话 你可以体悟到三恶道的苦 当你体悟三恶道的苦的时候 你的心灵的纠结沉重 然后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你在思维第一道众生 当一个被所谓的砍杀过后呢 那种疼痛 然后饥饿的那种饥饿苦 甚至呢 出生到的众生 互相残杀的那种 整个身体 整个意识上的痛苦 就是一个三种恶道的众生 他们根本呢 不能脱离苦恶 而受苦的话 我们要带他来拜佛 却是如果你跟他相应的话 你拜不快的 你根本每一个 这个境界之中 都会入心入肺的一种不舒服感 那么甚至呢 有些师兄呢 会觉得很悲怯怜悯 你看 作为一个菩萨者 行菩萨道的 你一定有一个这个心愿 意思就是说 我要发菩提心 修学佛道 而能够呢 普度众生 只有呢 用心去学佛 精进学佛 有了一定的智慧 你自度你才可以度众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智慧 你是不可能可以去帮助 其他的众生的 所以行菩萨道者的话呢 持这一颗慈悲心 平等心 一定要有 那行菩萨道的 难忍 能忍 难过的东西 最艰难我们都要去 把它 沉下来 接受下来 调伏下来 应对它 这个是一个菩萨的心性 当然 我们经历了这九卷的里面的内容 常常听到就说 我们的牲口一夜 能够生起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内在 自信里面 有有过去是种下的不善种子 那就是贪嗔痴三毒 间中也有慢疑 这种种的二种子 常常会呈现出来 然后透由我们的牲口一夜 去造作十三十二夜 所以当这个 贪嗔痴慢疑不善的种子 透由我们的牲口一夜 所呈现出来的原形极致 肯定是不善的 那老师说 我们要清除我们的三毒 要调伏我们的三毒 要让我们的牲口一夜 不要那么的表演 减肉 出俗的一面 真正来说 我希望你们把这个铭记在心 牲口一夜会启动 是因为 是因为我们有六根 六根就是我们的 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六根你看眼睛耳朵 眼睛耳朵鼻子 声我们的口嘴巴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思想 所以这六个根门 我们叫做六根门 很喜欢 眼睛很喜欢去看 耳朵很喜欢去听 尤其是是非的东西 骂了后很喜欢听 笔子很喜欢去嗅 嗅什么 嗅好闻的东西香榴莲很香 嗅嗅多一点 厨房煮的菜很香 一直嗅 我一嗅到就起了 我要吃了 你在念经的时候 厨房一阵香味飘来 有谁没有被吸引到 我肚子饿了 我后面煮什么很香 这个是有的 眼睛看到的也是一样 眼耳比舌头 吃的好吃 吃多几口 再吃再吃 结果苦中 乐中其苦 为什么吃的太饱 蹲不下 走不动了 身体呢 要触摸到细腻的 穿衣服 那个身体柔软的 绸缎最好穿的 哎呀那些 粗粗粗的不好穿的 买最好的来穿 动到好的东西就很舒服 动到不好的就骂人了 哎呀这么粗的东西给我 不要放在这里 你看我知道了 一呢思想也是 很会去做义 所以你看 这个六根啊 我们这个六根门 如果 就被外面的 摄身香味出发 你可以看到吗 我们的眼 看着摄 耳 听着 生 鼻 味道 摄 没有 鼻是 摄身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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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是舌头 然后处呢就是 我们的摄身香味处法 就是动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六根门啊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六根门啊 如果会懂得怎样关注它 把这个门关注吧 你就不会启动你内在的 这个 身口意去做义了 你的摄身之慢疑都不能出来了 因为你常常关这个门 什么叫做关门 我叫你们怎么关 听到就好 看到就好 嗅到就好 动到就好 想起什么东西想到就好 不要让这个东西一直走一直走 就好像我看到一个 我 眼着色 我看到一个 我不喜欢的人 看到就好 你就不会说 这个人曾经做了什么 我很讨厌他 当你讨厌他 你开始就从义里面的称恨心 就分起来了 你就骂他 没有骂出口 心里骂 又做义了 又开始骂了 哎呀 这个人以前啊 借了我的钱啊 不要还我 我很生气 还这样那样 骂我啊 跟我吵架 想一想说 想想到晚上回去 还一直在想 我有机会 我一把枪 我一定枪杀他 杀了我要斩掉他 哇 越想就越做 越做越做 越可怕 你看 这个 曾能够带动 种种的身口意液 所以你看 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 我们这个人生啊 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你想要好好的去清静 他就可以清静 你要做义 他就可以做义 所以他是超重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心事之中 然后我们的气势 我们讲霸市 气势他讲了可能会乱 因为气势就是我们很多坏的那些不善的种子 就像我们的电脑里面储存的东西在霸市 然后气势出来一直在超重这个六四 超重你的思想 所以 除了能够关掉六散门之外 另外一个做法 时时关照 觉醒 觉知 觉醒 觉悟 觉知就是说 当我生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我马上觉知到我这个念头是称恨的念头 当你起了知道了这个念头是称恨的 这个不好的念头肯定熄灭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念头是不好的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两种念头不可能一起出现的 不可能说我饿的念头起来 一直好的念头一进来 这个饿的一定不见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修学人要节知 节知然后觉醒 我刚才做的那个动作 其实是贪 别人没吃我拿多一点 因为我怕等一下我吃不到 我快快去把食物拿起来先 或者拿多一点 因为你喜欢 但是你没有想到 还有很多人很多人还没有用餐 还没有吃到 甚至人家给你的好的东西包起来 快点收起来 这个在经典都讲了 所以你起了 你一做了这个动作 你马上升起 哦我的贪念起来了 那你还敢吗 当你提醒你节知 哦我醒觉到我的贪念起来 你马上会 泛慢你的脚步 然后你就悟出来了 哦原来我里面有很多贪念 修行就是一一一一去拨开自己内在的 一学不善法 让他变成菩提善法 慈悲善法 所以你看 没有窜息 你只是听我讲 三六根门关掉了什么 你说老师哪里我关不掉 关了他又开我又没有叫你随便开 你又每天开着那个门 人家的耳朵在几个人在讲话 你的耳朵就去了 因为我在猜想他们会不会讲我 他肯定在批评我 越想越生气 因为你曾经批评他 所以你说他一定批评我 你看到一个嘴一来了 哇你又开始作异了 何必 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从来不给我烦恼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关掉门 门关掉听这么多做什么 看那么多做什么 看到就好听到就好 这样子你会舒服你会清静 但是很多时候 老师不是我要听 他一直来跟我讲的 他讲来讲去就是是是非非是是非非 是非人爱听是非 问问自己是不是是非人 有些人喜欢听是非 有些人又很喜欢讲是非 如果那个人整天来跟你讲是是非非 你不是是非人 你走开 你只要告诉他 我们谈这个话题不会成佛的我 不会成佛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要讲要听 你提醒他 你也度了他 你也免了 以后他碰到你 他不敢跟你讲是非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讨厌听是非 所以物以累积这一句话是非常对的 他们很喜欢在一起讲来讲去讲来讲去 有些人不喜欢就慢慢抽离抽离抽离了 那有时候你看我一直绣 有些念佛的时候我常常跟你们说 我常常绣到那臭味 怎么那边这么臭 我住的那个地方怎样臭 我跟你讲你有这个业 你真的有这个业 所以呢你看到的东西其实跟你很大的因缘 为什么我每一次吃的东西 你要请我吃 讲到好吃我吃到都不好吃的 你有这个业啊 你吃的东西都不好吃 别人讲好吃你讲不好吃是你的问题 为什么 你从这个经典你就知道了 从这一部经你就懂了 第十件就讲到我们的六根里面 常常听到不好听的东西 常常看到不好听的什么什么说 啊六根你去念你就明白了 那怎么办呢 我如果这个六根门呢 一直碰到看到不好的境界 为什么我不看到人家很好的一个仪态 每天看到人家丑陋的一面 看到不好的东西发生 眼睛一直看到这个东西 听也听到不好的消息 为什么因为你的业障很重 你的六根门很重 所以呢 身口意也是一样 身口意 我们的身体一不想做坏事 但是我不由自主要去做 我不想去偷 有些人有这种偷盗的行为 他不是没有钱 不是他们喜欢去取 他即使拿回家浪费 他还是喜欢拿 很奇怪的他们有这种业啊 那么有些人嘴巴知道 口德不好啊 但是他出口就要骂人啊 你说他怎么 他是他的业啊 亦呢 想我不能想 但是我要想我有什么办法 这个想很多人来问 老师不是我要想他自己跑出来 很多人来告诉我 不只我要想尤其 忧郁症的啊 那个烦恼症很多的 其实是一个业啊 所以你看 身口意 因为身口意出来因为六根门 然后影响了身口意 身口意就挑起了贪神痴 所以你记得我要 从今天我进入这个法门 我要用心去 进六根门 进身口意业 所以待会 好好的去想 好好的去祈求 快点清净 快点清净 快点把这个身口意业 曾经所犯的身口意业 清除清净 六根门所带给我的烦恼 即刻清净 然后呢 你就是一个真实的菩萨了 当然我们今天能够在此行 医治了这个我们的课程表 进入了第三天的良王宝餐 真的是我们幸福了 我不敢讲辛苦 不能讲辛苦 因为讲辛苦 不严苦就不苦 很多人讲很苦很苦 尤其对于病痛的人 认识老师的都知道 老师我八号 今年要放在心脏 放可能放一个到两个的 但是你说老师你讲话 为什么还这么大声 拜佛还什么 其实我里面在颤抖 你们不懂 我有病吗 我有病 但是我不觉得我有病 因为那只是假我的我在病 我的自信哪里有病 我的本身没有病 我的真实没有病 我的身体 种种病 比你们任何人来的 即刻会砰下去 我真的很担心 我拜了佛砰下去 哇很好 在这种拜佛中往生 大家跟我念阿弥陀佛 多好对吧 所以我讲这个是告诉大家 我知道很多人有心 有这个身体的病 身体健康的问题 加上呢 心理的障碍的问题 这些身心病 只要记得一句话 安住你的一颗清净的心 用心修学 用心拜佛 用心闻法 把你这个有病的身体 交给医生 因为你的业有了 没办法 把身体交给医生 把你的自信法身交给佛菩萨 佛菩萨要我 要帮我自然就有贵人来帮我 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 不要病不是苦 苦的是心 病的不是你 是你这个臭皮囊 所以如果你会通达这一点的话 哪里有病 天天拜佛 天天讲话 天天走来走去 都不觉得有病 对吗 所以我也知道 我们这里有很多师兄 会面对一些身心的问题 我真的希望说 大家明白了这个真理 好好的珍惜修学的时候 因为生命非常有限 我们的这一生很有限 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所以大家要真正的好 好好的珍惜 因为我们有佛菩萨 有三宝的加持力 到最后我们已经要祝累啊 菩萨菩萨你救救我啊 后面这一部经的四十简里面呢 最后一简就讲到了 祝累诸佛菩萨护持我们这一些 入佛门的佛弟子门 让我们能够真实发起菩提心 为众生而修行 再把我们怜悯我们 可怜我们 同情我们 把来加持我们 在菩提道路上 能够顺顺利利 无障碍的完成我们这一生的菩萨道 所以到最后 我们一直在祝累祝累 菩萨 不要放弃我们 当菩萨不要放弃我们的当儿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实时一念三宝 一念佛法 此昂讲堂为你们设计了很多 你们可以接受的功课 你们就参与进来 那对你们只有利无弊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把我们的曾经牲口一叶六根的污桌 肮脏的东西 来忏悔来进化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来 大家请坐下 大家拜了佛 灾就消了 福就来了 那 消灾祭福 也是我们佛门弟子 常常呼吁大家好好的去祭福德 福德是祭来的 不是菩萨给你的 菩萨不会给你福的 是你自己养来修来 而得到的 那这个七月份呢 我们 有很多的福德 让大家去 结个眼 有时候 我们 修福报的人 多多少少要花钱的 要很慷慨的花钱 钱花去了 福报来了 如果你命中带来有四桶金 你把四桶金锁在锄里面 永远是四桶金 如果你觉得我有四桶金 我的命中都有这么多钱了 我就拿来布施 同样的等你布施了两桶金 还是跑回两桶金 因为你有四桶金的命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都是吝啬的把钱一直收一直收 只希望银行的钱越来越多 不懂得继福德 他命中没有 你觉得到最后 他真的有一个因缘 让他所有的钱都不见掉 这个在生命中 我们的人生中常常看到的 不是一场病 就是儿女的问题 就把你的钱全部挥霍光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福德 有这四桶金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做布施 尤其那些经济许可的 你不用怕你布施了之后 你没有钱 我的钱用完我要拿那个钱 来给我的儿子读书 我要拿那个钱拿来养老 能够到老不老还不懂 对吗 所以很多人就误了这个 不能误出这一点 总是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结果太多钱就摘货了 摘什么货呢 而你为了你的钱 打官司了 为你的钱 兄弟姐妹反脸了 这个不是我说的经典里面说的 所以呢 我是觉得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为祖先抄拔 我自问啦 我自问自讲啦 我的祖先 因福不够大 因为保佑不到我的后代 为什么 因为以前没学佛嘛 没学佛应得不够大 不是因为他们做坏事 没有学佛 不会祭福 不会布施 不会念经 不会回想 到了我们这一代 我们很幸运的 我们能够念佛拜佛 为什么你会超度我们的祖先 祖先越来越好 他就不会来找你了 你不用他不会来找你 是不是你越做就越好了 对吗 所以很重要 布施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 辛苦哦 拜佛要用钱 肯定啦 吃饭都要钱 拜佛不用钱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面 加意了吃饭 也挺好 大家不要混淆